好吃好好来带你到台北的这条巷弄来品尝超人气的猪肝汤 一把青菜一把姜丝 还有一盘鲜红猪肝 再用大汤勺拉一圈再翻个两下 五秒钟好了装碗 这碗猪肝汤看起来跟一般猪肝汤根本就一样 但来吃的人有住在隔壁医院的病人 偷溜出来吊着点滴也要吃的 也有从板桥骑铁马 听来台北非吃不可的 太熟的话吃起来就不好吃 所以他在煮吃起来特别好吃 原来猪肝跟牛肉一样放走就老了 难怪大哥不想再多说赶紧继续埋头苦干他的猪肝汤 可是光凭猪肝就可以做到大家都好咯 老板密码透露一下秘诀 粉肝茶肝要看有的 因为我们是装卖店的 我们看的咱呀 可是这样红红的怎么看得出来 哎呀我们几十年看就知道了 牛肉碰到多少种都对 这个情况也不要爆 也对了讲得出一堆美食 还不如实实在在用心煮出一碗碗的好汤 别人猪肝是黑白的 陈老板的猪肝有可能是彩色的吗 客人一句称赞听着陈老板好开心啊 记者杨仪嘉宗 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